针对微解封网路上也掀起热烈讨论 甚至要回顾到一开始 台湾进入三级的时候 好多人说要看好了世界 三级警戒的示范 没想到现在一言再言 有店家的停业公告是从6月化 到了现在7月底 甚至越写越豪迈 直接预告他们会停到8月 最后还直接打个大叉叉说不做了 那原本中央宣布13号开始的微解封 可以开放让餐厅有条件的内用 不少业者看到一线生机 也赶紧布置了防疫设备 但没想到短短一天 超过十个县市都宣布不同步跟进 依旧是禁止内用 命运大逆转 也让餐饮业陷入困境 门口公告因疫情暂停营业 从6月4号一路改 7月12 7月28 甚至超前部署写到8月 老板笔记越写越豪迈 最后干脆打个大叉 标出脏字不做了 高雄餐厅停业公告被po上网 网友笑说8月12是直接预告了吗 不是说好高雄发大财吗 虽然公告很好笑 但笑着笑着就哭了 餐厅内用为解封 一系变调 餐厅也措手不及 因为政府未开放内容的部分 所以现在还不能开放定位 餐饮规定不同调 中央原本宣布13号起开放内用 餐厅火速装好隔板定位 电话也被打爆 但政策才公告一天 就有超过10县市坚持禁止内用 是有点可惜 像我们现在这几天又开始 不断的接到这个顾客要订 那我们就是一一跟他们说 要改内用改成外带 另外一家复合式吊虾厂餐厅 也很惨砸了上万块 找木工两天赶工坐隔间 也白忙一场 这个钱像丢到海里面一样 什么时候用不知道 我们还想说不然 既然疫情就这样子的 那我们铁门拉起来 那我们老板也是很坚持啊 他就说 因为毕竟我们员工也这么多 活跳跳大虾没人掉 便宜出售也推出代客料理服务 胡椒虾奶油虾加减赚一点 勉强苦撑还算好 台北东区美食一条街 真的有很多老板不做了 挂上招租看板 为解封解不了 餐厅陷入困境 记者站许兄明特报道